十字路口两辆机车同时骑过来 双方来不及反应在路口发生擦撞 其中一辆往前翻了好几圈 两名骑士双双倒地 事发16号下午5点多 华联迷热碎彭信男子喝酒后还上路 行机急安有心酒街和芝卡轩打到路口 跟一名骑士在路口发生擦撞 这一状也吓坏行驶在后头的民众 立刻把车停在路边上前伸出援手并协助报警 警销货报后立刻赶来现场 发现骑士全身多促插伤 其中一人脸部还有三公分撕裂伤 紧急包扎止血后就将他们送往医院 进行后续治疗 警方调查事故发生地点是闪黄路口 而经酒侧发现遭遭的彭信骑士 酒侧值1.04 讯后被一公共危险罪嫌韩送侦办 另外20号深夜11点多 花莲上至桥也发生一起酒驾事故 一名52岁何姓男子黄堂下肚 骑着电动二轮车要回家 一路上摇摇晃晃上野危险蛇行 在桥上的时候疑似先撞到右侧护栏 接着又跟铜像的轿车发生碰撞 最后倒在马路上 警销货报到场将受伤的骑士送一急救 因为他伤势严重 全身多促差错伤外 头部跟肋骨也都骨折情形 仍在家户病房治疗中 而经抽鞋检验种车值 近高达1.38 喝酒反应肯定会变慢 别以为自己还很清醒 抱着侥幸心态违规上路 害人又害急 TVN新闻高达调判花莲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们下期订阅 煮上 豫